寒冬中看见温暖 新北市的知音科技公司董事长林彦霖 亲自来到基隆捐赠富康巴士给基隆市政府 由副市长邱佩玲代表受赠 透过基隆新北共推的三好平台 知音科技公司林董事长 继去年捐赠一台富康巴士之后 今年开春马上再捐赠一台 副市长邱佩玲说 相当感谢林董事长对基隆的关怀 因为听侯市长介绍基隆 也有听谢市长自己介绍基隆的故乡 然后当然也了解基隆的区域 需要很多的资源 侯市长也是很慷慨 把新北市的某些资源拨到地方来 也是响应侯市长 所以在当时就承诺 再送车子给基隆市政府 所以我们还是两边都会持续的 做到一个阶段 新北市的今年也会 今年第一步的薪金给基隆好了 然后年底以后我们再来看两边的需求性 很多人不清楚 不清楚夫妇刚巴士怎么申请 怎么使用它的范围 我总是认为这个是需要多家去宣传的 因为对很多现在老年化的状况 对很多是很必要的 那林董事长真的是寒冬送难 而且我觉得林董事长做到一件很重要 他一诺千金 他在去年答应了捐赠基隆市府每一年一步 那也的确做到了 我还在说如果政治人物都像他这样的话 有多棒 整个台湾会变更好 那基隆非常需要这样的车子 真的很感激林董事长把爱心 从新北市带来基隆 再一次谢谢智英的林董事长 谢谢 我们基隆有两万一千位身心障碍者 那么有六千位身心障碍者 是符合资格来搭乘富康巴士的 但是我们总共只有三十部富康巴士 以及其中有一半的富康巴士 是超过十年以上的 所以可以看到这些数字 就代表我们的需求量很大 所以再一次感谢智英科技来捐赠我们富康巴士 让更多障碍朋友有机会可以出门 出门就医 出门就学 出门社会参与 非常感恩 社会处长杨玉昕说 基隆目前有三十辆富康巴士 但有一半的车辆 使用达十年以上 需要逐年态换老旧车辆 以维护身障朋友的乘车安全 因此市府相当感谢科技公司林董事长 将满满的爱心传递到基隆 造福基隆的身障朋友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